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民主 搞民主运动的这些汉族人之间的一些问题 境外的汉族人也反中共 实际上境外的其他的西藏的 还有这个香港 还有台湾的都在反共 但是呢 在境外这些组织呢 他们的目标和目的都不太一样 尤其是境外的这个民主人士 这些汉族人 他们一听到维吾尔人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都会躲得很远 即便是个别一些人 他不愿意躲 他愿意跟你聊的时候 他还会提到一些这个 就是说东突不要独立 我们将来搞民族政治 民族政治的时候呢 我们会一视平等等等 但是呢 他还是 在我来看他没有逃脱掉中国的那个大一统思想 就是说不管他是民用人士也好 还是共产党也好 还是一般的平民也好 他们脑海里面都有一个大一统 大一统所谓大一统就是说以我为中心 你们必须这个跟着我 然后向我通话 这是孔子思想的一部分 所以他逃脱不了 另一方面呢 他也逃脱不了中共给维吾尔人的那个定性 就是说见到什么维吾尔人都会把他当作恐怖分子来对待 所以他们一方面也受到中共这个方面的这个影响 所以跟这个维吾尔人这个一起共同这个对抗中共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呢 他们都会有一些唯一唾唾唾闪闪这么一个现象 但是呢 最近在香港出现了一个大的一个趋势 香港人 两百万香港人对抗中共的统治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香港人已经认清了中共的一个统治本质 这个本质认清了以后 他们才能理解维吾尔人 才能了解维吾尔人 维吾尔人在各个方面 比如说宗教 人文 地理 还有写风俗习惯 语言 各方面都跟这个汉族人不一样 那么为什么 凭什么汉族人就要统治维吾尔人呢 你的那个统治资源来自于哪里呢 谁给你的这个权利 维吾尔人要挑战他的这个权利 那么香港人也在挑战这个权利 那么将来境外的所有的这个汉族人也都可以挑战 比如说像蒙古人和这个西藏人也可以挑战 将来的话满洲人也可以挑战 也就是说中共统治这个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 它是没有那个统治资源的 它的统治资源来自于哪里 比如说像共产党的党章里面它是怎么讲 它说是历史使命 这句话太抽象了 另一个资源是什么 人民的支持 哪个人民在支持你 哪一个历史使命在支持你 这些话都说不清楚的 所以这个中共没有什么权利 没有什么资格来统治这个东突 也没有资格统治别的这个地区 所以赶快就是说 在这个方面呢 就是境外的这些组织呢 在反中共的方面呢 可以搞一些战略合作呀什么的 但是呢在这个境外的这些汉族人呢 他还逃脱不了他那个孔子思想 以及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大一统的这类的思想 还有受中共的这些思想的影响 所以在这个合作方面呢 总是这个打不到那个点上 就是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在这个境外的民运 反共在这方面 他们也做不到什么大的一些 这个 大的一些活动 也起不到一些什么大的作用 那么就是说 汉族人当改变自己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时候 他才有希望改变目前的这个中国 好 我们下一集再见 谢谢 谢谢 Vladatra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刘acy 神聪耶